2021年年底私人住宅市场表现略为信息,私人住宅租金亦年月向下。美联物业追踪全港100个著名中小型屋远租务成交偏定的租金走势图。 于去年12月录得的平均赤租,以实用面积经家权计算,下同,跌穿35元。报34.98元。创去年5月录得34.73元以来的7个月低位。 按月降0.57%,年初3个月,2021年埋单计算。私人住宅平均赤租紧陆约1.72%升幅。考书楼价同期涨幅。 私人住宅平均赤租2021年首4个月在34.24至34.3元宅幅徘徘回。 自5月起表现脱胎换骨。年升5个月共3.7%。至2021年9月录得35.54元。 属2020年1月录得36.18元以来的近两年新高。 逆积新冠肺炎爆发后的租金高位。不过,去年10月在租金连跌3个月。 自12月紧陆34.98元。 若与2020年12月的34.39元比较。2021年累计仍升约1.72%。 但相较去年首9月录得的3.34%降幅。 侧明显收窄。美联物业首席分析师刘嘉辉指出。 2021年全年计算的美联楼价指数按年升4.97%。 相比之下,私人住宅租金升幅未及楼价。 他解释,香港经济在去年疫情阴霾下有所改善。 租金亦见回升,为第四季踏入传统租任淡季。 加上年底有多个新盘入伙,导致租金回落, 令去年全年的租金升势收窄。 由于去年全年计算的私人住宅租金案年影向上。 世价租务成交的比率相应下降。 美联物业指出。 以该行促成的租务成交统计。 去年月租1.5万元或以下的租务成交比率占总数约37.8%。 较2020年同类统计的40.2%。 减少2.4个百分点。 其余总类的租务比例则按年上升。 月租预1.5万至2万元的成交比率由2020年约26%。 标2.3个百分点至去年的28.3%。 月租超过2万元的成交比率则按年微降0.1个百分点。 至2021年的33.9%。